原味吐司 大家是不是都吃力了 今天我教大家做红豆沙漩涡吐司 它想比原味吐司切面更加好看 口感层次更加丰富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做起来吧 首先我们来打面 我们除了黄油和盐以外的原材料 所有都加进打面缸里 高筋面粉 吐司粉 白砂糖 奶粉 酵母 蛋液 淡奶油 最后是冰水 可以稍稍留一点水 然后我们全部倒好后 放进打面缸上面 好我们开低速将它搅成团 我们打至成团后 我们可以开中速 将它打至可以拉出厚厚的膜 现在来看一下 它可以拉出厚厚的膜 现在我们可以加黄油和盐 现在我们开低速 让面团将黄油吸收 黄油全部被面团吸收后 我们开中速将它打至水套膜 好我们脚打得差不多了 好我们脚打得差不多了 扯一团面 然后我们将它稍微团一下 团光滑 然后我们来拉一下膜 现在我们面团就可以拉出来了 好我们在案板上撒一点高筋面粉 为了防止粘碾 好我们将它团圆 我们将面团团圆 并且表面光滑好我们放一旁 我们可以盖上一个保鲜膜 或是像这样的一个碗 好现在来处理豆沙馅 我们可以选用一个保鲜膜 或者是保鲜袋 或者是这样的袋子 然后我们稍微比一下它的长块 然后就是我们的红豆沙 要擀至像这样长 不能太长就可以了 好我们把胡豆沙倒进去 还出多余的气 到刚刚我们折叠的这个位置 好我们现在擀得差不多了 看 这样一片 然后以后就好包在我们的面团里面 现在面团松弛差不多了 我们在案板上撒一些粉 以防止粘碾 上面也撒一点粉 就是我们要擀至像这样 就是大小的 然后要比它长一点 因为要折过来 好我们擀至像这个样子 它的长度差不多两倍 看 我们放在这个中间 哎呦它太滑了 好 然后我们把它盖过来 它有一点点像开酥的折法 再把我们的这一面折过去 在售口的位置稍微捏一下 包括就是我们的边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在下面多撒一点粉 好翻过来 就是看一下它的距离 下个就这个样子 或者是这个样子 好像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选最窄的一边 然后擀长 好可以选这一面 其实它是差不多的 好将它擀长 慢慢的擀 在擀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排掉一些多余的空气 擀好可以将它翻过来 就一会儿就要把它裹起来 我们在三分之一的位置将它翻过来 我们用一把小刀 然后将它划纹路 如果朋友们没有小刀或者是不喜欢那种有纹路的可以不用 将底部撒一些粉 因为防止粘连 粘连起了就花纹就不好看了 然后我们从最上面开始 慢慢的将它薄起来 最后这里 将它压烂 全部裹好后 我们放在我们的吐司和你 全部弄好后 我们放进带油发酵功能烤箱里面发酵 我们发酵温度大概在35到38度都可以 好放进去 好放一个碗 我们今天稍微多发一点 发到九分满这个样子 好我们的面已经发的差不多了 就是它的高度快满了 好现在我们就先预热烤箱 我们用上火175下火119或者是200都可以 好来将它预热 然后我们烤箱它稍稍有一点温差 然后将它调节一下 好预热的时候我们就来刷蛋液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蛋液刷好后我们在表面上撒上一些芝麻 好现在我们的烤箱已经预热好了 将它放进中下层 好我们设置35分钟 在它加热时间我们要准备这样的一个锡纸 如果它很快上色的话 我们要及时的盖一张锡纸上去 我们能看到它的表面已经上色了 然后我们盖上锡纸 动作一定要快 好时间到了 我们的红豆祖司已经烤好了 来摔模将它脱模 谱纸已经放凉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切面 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等一下我的评论区里留言 好看哦 您好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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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